各位觀眾,這要讓小朋友可以算了看 在北高山英文的克里姆莊園 它是要認識了一個大型的蜂巢攀爬王 希望可以讓小朋友在這個網子裡面 來跳來跳去,才是帶在出 甚至是要去上街館的三棟樓來看世界 這個遊戲是很安全,有個很好玩 帶大家來看看 小朋友在大型的網子裡面出 可以到這個攀爬王的第一棟 甚至是第三棟 你的攀爬王裡面可以爬也可以跳 甚至是可以到來看這個世界 小朋友第一次來玩,都是感覺很刺激 很開心 你會不會怕? 不會 它好像會彈來彈去是不是 嗯 你爬到最高,爬到多高 爬到第幾層,第二層 不是 第三層 不是 不然第幾層 第四層 你會怕嗎? 不會啊 你跟哥哥來玩喔 對啊 那哥哥會怕嗎? 不知道 他上次不敢爬上來 哥哥好像有聚高秤是不是 對啊 沒有,他亂說的 啊你有聚高秤嗎? 沒有 你們有聚高秤就對了 嗯 敢爬這個嗎? 小朋友 對啊 趕啊 他們趕就對了 好像沒什麼聚高秤齁 他們兩個喜歡挑戰危險 男生都這樣子 所以他們很想嘗試他們 對,很適合玩這個 對,很適合玩這個 這台新的社會 是從這裡開了很多機會 請專家設計大型攀跑網 這是要和小朋友可以在這裡算 提供這個八館的特殊 但是當時可以做一些簡單的運動 從這裡就表示 這個蜂巢攀跑網 在這裡是特別訂購 小朋友可以很放心在來面試圖 小朋友他其實是最喜歡做攀爬 以及彈跳這樣的運動 那時候我們在設計這個園區的時候 就想說 如果有一座結合攀爬跟彈跳的一個遊戲 那小朋友應該會很喜歡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設立了一個 整個很像蜂巢結構的一個攀爬網 那這個攀爬網在整個安全考量之下 我們在裡面設置有三、四層的一個網子 那小朋友可以透過攀爬 攀爬到每一層的網子上面 那在每一層的網子 他都可以在上面做彈跳 或者是他可以爬到最頂端去欣賞 比較高處的風景 看起來也很像一個森林中的小屋一樣 所以整個攀爬網的設計 其實是專為小朋友做設計 以動部為主題 克林姆莊園 也設計了一個特別的大型攀爬網 希望小朋友在看動物疼的時候 可以來算這個攀爬網順序效果一下 家庭看到自己的你們 克服到具高症 在攀爬網裡面算 也是覺得新鮮有個趣味 就謝謝我們COS玩 萬林博德